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技术创新如何影响田间地头 棉花很轻 价值很重 一朵棉花如何串联起产业链条 棉花的产业链非常长 棉花充分体涉着我们中国人的开放 包容的精神 对话 邀您走进新疆棉田 打开农业现代化新图景 各位好 欢迎收看对话 对话由吃水和上游高端酱酒 贵州摘药酒独家冠名播出 由做一条好轮胎的赛伦集团特别支持 世界棉花看中国 中国棉花看新疆 今天我们的对话节目 走进了新疆的一片棉田里 棉花是仅次于粮食的第二大农作物 新疆的棉花总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90% 占到世界产量的1% 这个强大数据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 棉花产业的背后有哪些科技力量的支撑 今天我们就走进这个最传统的行业 去探寻它背后最先进的科技基因 在今天我们对话节目的一开始呢 我先想请一位当地的朋友 康局长 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第八师 咱们148团 九年车块地 我们八师来 每年这个棉花种的面积 稳定在350万分之左右 占整个全国的7.7%的面积 我们去年生产出来皮棉 是61.55万吨 占整个全国的4.3% 我们知道这个棉花产业呢 既涉及到农业 又涉及到纺织工业 李所长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 这个棉花产业呢 规模究竟有多大 新疆作为中国的棉花主产区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近30年来 我们国家 无论是原棉生产 原棉消费 原棉进口 还是纺织品服装出口 均居世界第一位 十三五期间 我们国家年均 原棉生产总量是577.1万吨 大约占全世界比重 是24% 2012年 新疆的棉花生产总量 第一次 超过全国总量的一半 2014年 中央出台了 更加有利于 新疆棉花发展的政策 从此之后 这几年 新疆的棉花发展 更加迅速 世界棉花看中国 中国棉花看新疆的局面 已经形成 从占的比例并不高 然后到现在 到了90% 这其中最强大的支撑力量是什么 棉花的原产地不在中国 我们是2000多年前 西汉的专签 大家都知道 它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 它同时也是棉花之路的开拓者 它把我们中国的丝绸 运到中亚 运到西亚 然后又把西亚的棉花 带进来 种子也带进来 那么另一方面 1784年 美国刚成立的第二年 美国的商权 叫中国皇后号 来到我们中国 它带来的是什么 带来的是棉花 然后从我们中国 带走了棉布跟纺织品 我们跟美国的棉花的贸易 已经长了240多年 棉花可以充分体涉着 我们中国人的开放 包容的一个精神 那么另外一个 中国的棉花 从无到有 从少到多 变成现在的 最大的棉花生长国 以及最大的消费国 这次也是跟我们 一代代的科研伦然 不断的创新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新疆总体上 是非常失忆种植棉花的 但是呢 因为新疆的这个 有效的激温 相对要少一点 极端天气 有的时候不可预测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新疆的制边技术 棉花单产 总产 均举世界第一位 可以说是个奇迹 这后面呢 我想最重要的 还是我们的科技进步 支撑了新疆棉花 产业的发展 建设农业强国 力气在科技 棉花曾经是 劳动密集型的 农业生产代表 但如今 棉花已经充满科技法 随着高标准农田的推广 武器加北斗导航等技术的赋能 以及农机装备的升级 在新疆 一块块广袤棉田 成为了探索科技创新 与智慧农业的实践基地 智能化的育种 高效的栽培 数字化的质保管理 机械化的采收 正在积极助推新疆 以更加集约 经济的土地和人力投入 收获产量稳定 品质越来越高的棉花 助力着我国棉花 全产业链的竞争力提升 而这一切 都是怎么实现的呢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从育种 质保 种植和采收 等等一系列的关键环节 来看一看 科技的力量究竟有多强大 李所长呢 今天给我们带来了 很多棉花的样品 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眼前摆的这些 都是什么样的品种 这三种类型的棉花 其实它都是陆地棉 这个白颜色的棉花呢 就是我们大众的 种植的棉花 但是呢 大家自然不仅仅是白棉花 像这个颜色 绿颜色 这个棉花图绪 是自然的 天然的彩色棉 这个棉花是棕色棉花 怎么区分这些棉花呢 大家看一般的种茸长 这个橡纹的长度 在26毫米以下的 通常是亚洲棉 或者草棉 这个棉花呢 在解放前 一直到这个黄道婆时代 我们种的就这个棉花 这个我们通常 现在种的大规模种植的是 炉里棉 就是细中棉 细中棉的棉花中长 大约是在28到30 这个区间是主体 大家看下面这一排棉花 就是在35以上 35到40 或者更长 这是海岛棉 也就是常种棉 评价棉花质量高低的标准是什么 这个长度是很重要吗 棉花线维品质 常用的五个指标 线维的长度 强度 细度 整齐度 还有色泽 其实 所有的棉花都是好棉花 关键看 做什么用 长度越长 相对说 它就能仿更高的布料 纯粹的长度源 可以仿出像厨子一样的布料 好的棉花 离不开好的种子 闫老师是育种专家 您能不能够讲一讲 您现在培育出来的品种当中 哪一个是您最值得骄傲的 要是最值得骄傲的 我还是觉得中棉素49 这个品种 我从研发到现在 已经花了20多年时间 这个品种的话 耐低温 抗旱 耐延性 比较好 我们用老百姓 比较通实的一句话 就是皮实 就是好管理 十几年 它的文产性比较好 培育起来的时候 比我们当时南疆 主栽品种 它的产量 中长17% 品质的话 特别长度 增加了一个毫米 比长度 增加了两个零约特克斯 这样的话 打个比方 原来就是仿 三十次杀的话 它现在就可以 仿到40只以上 仿着企业 它就可以增加 几百块钱的利润 无论是产量跟品质 都有了比较大的提高 都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 您看芯片行业 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它的制程工艺 分28纳米 14纳米 7纳米 5纳米 现在最先进的 有3纳米 如果要这样类比的话 我们的种子 应该相当于 芯片几纳米的水平 这个品种如果让我说 它就相当于 我们现在7纳米 芯片的这么个水平 因为它这个品种 在新疆 是长期 大面积推荐应用 最高时期 在南疆的占比 达到67%以上 非常受当地 棉东的欢迎 一个品种 好不好 不是一个地方 某一年 它能实现高产 就能做出结论的 这个品种 它这个生态育主 占得很重要的 一个组成部分 在黄河流域 新疆 海南 这三地 反复穿梭育种 在任何一个区域 它都能高产 这很不容易 今年 明年 后年 每年都能实现丰收 更不容易 我们为什么要花 这么大的力气 去培育这个种子 我们的棉花品种 都是柏来品 我们历史上 种的亚洲棉 是从南亚 到云南 最后传到长江流域 再到黄河流域 我们国家的陆地棉 是从美洲引进来的 引进来之后 我们要消化 吸收再创新 要真正变成 让它适应本土 适应我们自己的 生态环境条件 种植 所以说这个育种 这个创新 是非常有必要的 育种家 就是艺术家 事实上 棉花的枣树形状 高产形状 和品质形状 是负相关 就是当这一面好的时候 另外一个方面 往往是降低的 但是我们通过 科技公关 我们把这些 负相关的问题 基本上 都能够同步发展 目前情况下 我们育种当中 最先进的手段是什么 能够产生 我们这么好的效果 毫不客气的说 我们的育种方法 在国际上 还是比较领先的 我们现在是 利用常规的育种方法 加上 那个 现代分子的育种方法 然后我们行进大素质 用大素质 来进行质类分析 以前的话 上百万的素质 我们可能要 是要很长时间 我们现在就是 短短的几天 我们就可以分析出来 然后从中找出 它的那个 配合力比较好的品种 我们以前 培育一个品种 可能要十几年 你像那个中棉树 四十九 那就就是十几年 那么我现在 就是大大的缩短 那个工作效益 可以提高 至少十倍以上 大家看来 我们手上这个种子 就在就是 我们的这个 最新的品种 就是我们通过 分子日种 加航天日种培育的 现在我们已经 申请国家 平均权保护了 因为大家的生活水平 越来越高 在这个高档品质的 追求会越来越高 需要一些棉花 又细又长 而且强力越高的品种 我们长度 可以超过 那个三十二毫米 然后比长度 可以达到三十三 就是比较细的 我认为它将来 会超过四十九 就是说它的 市容范围 会比四十九 还要更强 在我们国家 棉花育种 简单地说 大概划分为 四个时期吧 第一个时期 这就是从国外品种 引进来 它要适应中国的环境 这个阶段呢 大概是上世纪 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上世纪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应该是第二个时期 完全实现 自主育种的 这一个阶段 就是大规模 实现了我们的 杂交面育种 和系统悬育 在这个时期啊 我们国家棉花品种 有四项 国家一顿墙 这都给我们国家棉花 产业发展 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分子育种的时期 代表性的 就是转基因抗虫棉 就是上世纪 九十年代到现在 这个时期 这个上世纪 九十年代呢 我们国家 黄河流域啊 突然间爆发了 特大的棉丁虫灾害 这个让棉丁虫危害的产量啊 仅仅是 棉丁虫爆发前的 五分之一 损失非常严重 当时的传统的品种 是没有任何一个 能够抵抗住 棉丁虫的危害 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这个生物技术 基因工程的方法 来帮助棉花 获得对棉丁虫 抗性的外源基因 转基因抗虫棉 应允而生 这未来的棉花啊 这个发展 不是仅仅一个基因 一个基因的 或者一个形状 一个形状改良 未来呀 就是智能化一种 也就是说 模块一种 我们实验室呢 已经创造出 全世界第一例 粉红色的棉花 以后我们也许地里面 会长出红棉花 蓝棉花 或者黄颜色的棉花 在未来的 三到五年之内 在我们都是能够 创造出来的 我想这是未来的 发展方向 刚才您提到 抗虫棉和棉丁虫灾害 其实我们很少听到 其他的农作物 这么大规模的 遭遇病虫害 这是一个棉花 特有的现象吗 棉丁虫 是一个世界性害虫 当有棉花的时候 棉丁虫是主要吃棉花 但是没棉花的时候啊 它其他作物 有啥吃啥 老百姓说 棉丁虫除了 电线根子不吃 啥都吃 今天来到我们对话 节目现场呢 还有我们几位 148团的种植户 龚先生 在新疆种棉花 有多长时间了 我在团厂工作 已经39年半了 您遇到过 刚才说的这种 棉丁虫的危害吗 遇到了 我们在2001年 那年的棉花 几乎搞绝收了 那一年我种的棉花 一亩地收了33公斤 就是现在台上 放了个棕色的彩色棉 平时能收多少 这现在正常 年份都是 现在都是500多公斤 400多公斤 十分之一都不到啊 那一年的城堡负 百分之百的城堡负 全是亏损的 陆所长 您看您是 植保专家 植物医生 您能不能跟我们 算一笔账 如果我们 不重视植保的话 会有多大的损失 新疆棉花上的 病虫害的种类 达到数十种 一般的年份 如果不进行 任何的防治手段 那么病虫害 能够导致 20%左右的 常量损失 那么在 重发年份 能够导致 30%到50% 甚至有的跌块 能够导致绝收 在您的这个 虫口夺眠的 这个工作当中 您觉得 最值得教育的 黑科技是哪项 防控这个病虫害啊 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因此我们 需要通过 多项技术的 有效的组配 来达到 病虫害防控的 这样一个目的 从我的个人的归纳 一个叫科学试药 一个叫精诊试药 一个叫替代试药 这几年 小飞机在我们 棉花病虫害的 防控的生产过程当中 特别是在 试药的过程当中 发挥的非常 重要的一个作用 但是我们 小飞机 它跟传统的 试药模式相比 它有很大的挑战 传统的试药模式 那么我们的这个 液滴 它跟棉花的 这个一片 它只有几十公分的 高度差 那么小飞机 一下子能够上升到 两三米三四米的 这个高度 那么液滴会出些 飘移 液滴会出些 蒸发 那么如何我们通过 小飞机 飞行参数的确定 来促进 我们小飞机 试药效果的提升 这是我们 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 那么第二个方面 就是我们 如何精证的用药 这里边有两点 第一个 我们要 找准时间 病虫害 它是一个动态的 通过我们的 预测 预报的技术 我们可以精准的 去预测 病虫害的发生期 和发生量 避免盲目 事要 第二个 我们是从地点上 更加精准 就是找准地点 大树剂 摇杆 大量的用于 我们病虫害的预测 我们现在可以知道 哪里有病虫害发生 哪里没有 哪里发生重 哪里发生轻 这个过程 我们是怎么知道的 怎么发现的 就是通过它的习性 它的规律的研究 找到它的薄弱环节 进而发展有针对性的 有效的控制技术 比如说一个棉花的 这个植株上面 棉花叶片上面 开始有害虫危害以后 它会导致棉花叶片的 光谱反射特性 明显的变化 那么我可以通过 摇杆能够接测出 这种变化 再通过数学模型 反推 我就能够知道 哪里有害虫发生 哪里没有 哪里发生重 哪里发生轻 这就是一个新型的 一个预测预报的 一个手段 如果说做到 这么大面积的 这种精准的喷洒 是不是需要一个 核心的控制中枢 这个中枢在哪 它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现在 把这项技术 就是跟两个 试药的媒介相结合 一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以拖拉机 这样一种 传统的机械相结合 那么我们把 接测的这个装置 放在拖拉机的 这个斜端 在中间就进行 数据的分析 能够指导 尾部的化学农药的 这样一个适用 第二个方式 就是通过小飞机 第一下小飞机 进行病虫害 发生分布信息的采集 分析以后 形成一个作战图 再由第二架小飞机 进行精神的释药 所以说第一架小飞机 它更多的是侦察机 第二架小飞机 是战斗机 这样一个模式 也是在 实业释放的过程当中 听起来是一个黑科技 这个科技含量还不低 除了这个喷洒农药之外 很多人觉得 这个农药 可能对身体不太好 有没有其他的手段 也可以做防治 有大量的 其他的非化学的手段 来替代农药的使用 在棉花上面 我们更多的是贴敌的保护利用 除了害虫以外 铁接还有大量的贴敌昆虫 贴敌昆虫其实 对于病虫害的控制 发挥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使整个生态系统处于一个 平衡的状态 但是从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开始 化学农药被大量的应用到 我们棉花的这个生产 导致铁接的这个贴敌昆虫 被大量的杀死 使贴敌昆虫对病虫害的 这种自然控制作用上失 那么我们现在想要去 如何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 我们对于这个生态系统的恢复 对于贴敌的保护利用 它的控害功能的提升 是至关重要的 十四五新加棉花 病虫害的绿色防控的 这样一个比例 协助的提升 跟之前相比 我们的化学农药的使用量 下降了20%以上 这些技术都是在 相互的接接 相互的推进 棉花很白 科技很黑 高科技如何改变农业生产 我们实验室 已经创造出 全世界第一例 粉红色的棉花 这是我们通过 分子这种 加航天这种推移的 大树剂 摇杆 大量地用于我们 病虫害的预测 这项技术 可以使棉花单产提高 10%以上 棉花很软 技术很硬 技术创新 如何影响田间地头 采明机 由十万个林部件走成 相当于2000个采明工 基本实现了 全程机械化 一个人种了200亩地 一天没什么事情做 棉花很轻 价值很重 一朵棉花 如何串联起产业链条 棉花的产业链非常长 棉花充分体涉着 我们中国人的开放 包容的精神 对话 邀您走进新疆棉田 打开农业现代化 新图景 对话由吃水和上游高端酱酒 贵州摘药酒 独家冠名播出 好棉花是生产出来的 有好的品种 再加好的技术 管理再跟上去 我们就能生产出 好棉花 宋老师 您是研究 种植技术领域的专家 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种植棉花 有什么先进的科技 我们团队 与新疆科研单位 经过十多年的潜行研究 形成了宽枣油 综合植棉技术 那么这项技术呢 可以使棉花单产 提高百分之十以上 圆棉品质 提高一个档级 能不能跟我们详细解释一下 什么叫宽枣油 这个技术 是在矮密枣的基础上 通过创新发展起来的 矮密枣技术 对我们新疆棉花生产的发展 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由于矮密枣 密度过大 通风透光剎 拖椰困难 机材含杂率高 影响棉花产量 我们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呢 提出了宽枣油直面技术 宽枣油的宽 直行距变宽 有一个拨幅 矮密枣拨六行 那么宽枣油拨三行 矮密枣的密度 每亩油 1.8万到2万株 宽枣油的密度是 1万1到1万3 那么枣呢 我们自棉花的枣发枣树 油 则来自生产的原棉 品质优良 您看从矮密枣到宽枣油 苗量少了一半 这一半还能保证产量吗 是的 宽枣油模式 它的优势表现在密度降低了 它在前期 地膜的保温 保伤能力提高了 出苗比较快了 这样呢 苗云苗状 接铃也比较集中 矮密枣呢 通常我们一株上 能接6到8个铃 我们可以看啊 这个宽枣油的棉花 它充分发挥了 单株的个体优势 一般情况下 平均是每株 能接到10到12个铃 这一株呢 我刚才数了数 有23个铃 所以说这个宽枣油呢 它呢 在这个产量不减的情况下 而且有所增加 龚先生和葛先生 现在你们家里各自种的 是一种宽枣油的 还是矮密枣的 我们现在种的都是矮密枣 这个矮密枣种了20年了 这个宽枣油 在咱们148团团厂的时候 已经提倡了三年了 我们团里面种的 一模三号的棉花 我们也去参加过 多次的观摩会 您看您也观摩过了 推广了也有三年了 为什么这三年 您还不改呢 现在一会儿半会 还有个始因过程 您觉得让您不适应 或者让您有顾虑的点 是哪儿 我们觉得是矮密枣 保庙住宿高 它肯定产能就要 相对的要高一些 像刚才宋老师说的 我们还有一点不习惯 这个宋老师 他们不太相信您 您发现了吗 也相信 也相信 还这么犹豫 宋老师您看看 他们都稍显得 犹豫了一点 是不是您在 实际推广过程当中 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确实 我们在这个宽爪油 推广过程中 我们也遇到很多困难 在2021年呢 我们就遇到 这一位农户 这位农户呢 他是首次 采用了宽爪油 这种种的模式 种了是100亩 在他播种以后呢 因为低温降雨 影响了出苗 在5月1号呢 他给我们打电话 他说 你一定来看看 我地的苗出了不好 我们去了以后呢 他又跟我们讲 他这个爱人呢 也非常凶 凶得很 给他吵架 甚至还给他打架 他也吓得不敢进人家门 我一看 挺可怜的 我们就调查了几个点 在他地里 平均密度呢 就是每亩能接近9000株 然后我给他讲 我说这个密度呢 符合我们宽爪油的要求 那么此后呢 我们十天半个月 都到他地里进行指导 在6月初 我们到他地里去了 他的棉苗 长得比周边的都好 在8月份呢 我们去了以后 他的爱人呢 也主动给我们说话 又说又笑 还给我们递水 那么最后 在采收的时候呢 他家的采量 比周边都高 那么由于这一户的带动呢 在2022年呢 周边的种植的面积 超过了2万亩 这个艾米棗 这项植变技术啊 在我们新疆 大规模推广了 30多年了 它是有历史源源的 他们长期 用这个技术啊 很习惯了 为什么现在 这个我们宋博士啊 他们要推出了 这个宽藻油技术 宽藻油呢 既有群体优势 同时呢 个体优势发挥得非常好 每一株的棉花的接零数 要比艾米棗的接零数 要高出很多 这就是它为什么不减产 这就是基本道理 事实上就是相当于 我们的耕地面积增加 给我们国家大动能产品 文产保供的同时 确保了粮食安全 但是光高产品质不行 后端的纺织器也是不愿意用的 所以说我们高产的同时 要确保我们品质优良 我们所说的高品质棉花 一般情况下 就是指 线维的长度和强度 都达到这个29毫米 达到30毫米 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新疆 由于这个 埃米棗技术 全疆都是这个技术 在压着我们品种 数量比较多 就是完全达到 这个大规模的 双29 双30 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所以这些年 我们国家这个 双29 双30 这个进口依赖度 还比较高 大约依赖度在55%左右 我们进口的依赖度这么高 超过了一半 您觉得我们现在 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哪个 急需要解决的技术 一是品种 一是种植方法 所以说这个宽藻油技术 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家认知度的提高 随着这项技术的提高 我们的高品质棉花 对外移存度 会有限的45会提高 我们的14 5目标 希望能达到60% 自己率 到15 5目 我想我们达到85%以上 应该是有保障的 还有一个要强调 农机农艺要融合 那我们农机呢 就是我们的技术 农艺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棉花生产过程中 一些机械化的技术 所以说我们在农机农艺 粮种粮化方面 要配合好 实现我们棉花高质量的发展 说到机械化 温先生康剧长 在目前我们石盒子 在棉花生产的各个环节当中 机械化率能达到多少 这个我们现在的整个巴士的机械水平 已经达到96.5% 我们从这个拨签的整地 以及这个拨种 质保到最后的这个拖叶 到这个收获 基本上实现了全程机械化 现在一个人可以管到 150米左右 贡献和葛献 您家里几口人来负责这个田间的管理啊 我去年今年都是200亩地 就是春天拨种的时候 拉下两三个人随便帮一下 拨完种把地头压一下 管子接上 浇水自己浇 可以说是一个人重了200亩地 一天没什么事情做 隔间呢 我现在重了150亩地 我经营的拖拉机 采绵机 我一个人就可以了 康区长这种现象在 我们适合的是个普遍现象吗 最近六年五年之内 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 特别是近两年 咱们这个国产采绵机的这个出现 大大助力了我们每年的采收进度 我以前在当连长的时候 每年一个年地接民工 都接这个八百到一千 最后一关呢 我们攻克的采绵机 2015年我们在新疆投资建设了 灯口鸡根厂 在建厂的同时啊 我们也了解到棉花是新疆的支柱产业 但是我们到棉田里面 放眼一看 在广袤的这个棉田里啊 要么是人耕采绵 要么就是进口的采绵机 这对我的触动都是很大的 那么当时我们已经根科了 顿购机实现了顿购机国产化 那么我们认为啊 我们铁金正工就有能力 来实现高档采绵机的国产化 您觉得是做顿购机呢 还是做采绵机呢 如果说顿购机是工程机械质王 那么采绵机就是农业机械质王 它的机器复杂性 研发难度 并不亚于顿购机 智能性采绵机是典型的 交叉融合的一个学口 要研发去一台好用的 智能性的采绵机 需要机械 电气 液压 自动化 自动化和这个 农艺等多个专业技术 所以为了打破 国外长级 对我们高端 这个采绵机的长级的冷断 国家层面 也是非常注重啊 自举创新 我们公司是专门研发 这个高端的工程装备的 所以积累了 很多一些共性的技术 目前的话已经形成了两行 三行 四行 六行 采绵机系列 像我们后面的这个六行采绵机 由十万个零部件走成 每天的 能够采收 500亩 相当于2000个采绵工 像这一台机器 我们卖多少钱 像我们这个智能性的六行采绵机 一台现在是售价是480万左右 国外同类型的设备呢 国外同类型的达到700万嘛 那我们少了30%左右 对对 如果是这个价格的话 这个价格水平是我们现在最高端的产品吗 应该是我们这个智能性的六行 打包采绵机 目前来看也是全球最高端的采绵机了 我们两位农户 你们自己家里采摘的时候 用什么样的机械 也是用这样的设备吗 我身后的这台采绵机 就是我购买的 是您自己家里买的呀 对对 400多万呢 全城就是为农户 在采收嘛 我们北疆采完 我们还可以到南疆 去采摘 就是我个人感觉 这个采经率比 国外的产品要高 棉花壳上没有 几乎没有管制化 地下没有掉地化 这是老百姓亲眼见到的 衡量一台采绵机 好坏啊 有很多指标 即将这个棉花采经率 寒杂率 采收效率 和这个设备的稳定可靠性 这是衡量一台采绵机 先不先进 好不好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这也是农户 适合关心的问题 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的采经率 比如说一某是五百公斤 那么提高一个百分点 那就多采五根斤的棉花上来了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那个采面头 是采面机的核心装置 像六号采面机的采面头 它有3360个则定 这个则定是什么呢 就是把棉花 从这个棉口里面 扯出的这个小小机械手 继续十分复杂 它既要跟转 它又自转 这个棉花采得干不干净 采得好不好 就全靠它了 现在我们在采经率 已经达到了94% 由于国家标准93% 那么我们的寒杂率低于10% 由于国家标准率11% 第二个核心技术 就是打包技术 能够打包的这个采面机 被农夫称为下蛋机或者蛋蛋机 下蛋机要把棉花打包 就要捆得多要捆得紧 还不能散包 还不能炸包 那么这个技术 我们也根科了几年 反复进行打包 我们实验打包的这个打包膜 用了长达145公里长 反复打包的棉花 超过2万斗 现在我们这个打包技术 打包的效果 应该说是非常好的 刘总 随着机械化水平的提升 您觉得未来棉田里 会是一幅怎样的场景 高端农机 从棉花正值到收获 今后我想都不要实现 智能化 智慧化 现在我们的采面机 已经实现了 采进率识别系统 就是操作手 可以在采收过程中 能够自动的识别 采进率有多少 随时调整参数 以达到最高的采进率 我们还实现了 这个静电感应 识别系统 棉田里面有很多 那个电线 电感 如果说这个采面机 跟那个结束了以后 就会起火 这个我们已经都已经 有效地避免了 那么下一步 怎么样实现 无人化采收 无人化作业 这是我们下一步 要研究的一个重点 第二个就是 推进能机 与能域的高度融合 就是我们的采面机 在采收过程中 能够自动地获得 棉花的这个质量 产量 投壤 等等这些信息 为棉花的政治 提供构秀的决策依据 所以我想啊 这个能机的自动化 一定会推进 农业的智慧化 这种目的是 要推进农业现代化 我们现在 在做这个智慧农业 和这个硕农业 刚才按照咱们 质保专家所说的 咱们后面做的 一个是天间的自动化灌溉 我们在做 一个我们重勤的 自动监测 在做 然后我们整个 最后我们 实现我们农业一张图 就是利用这个智慧农业 做的农业 进行这个管理 可能最后 随着这个技术再突破 可能刚才咱们两位 农户也说了 可能最后 他们还会更轻松 其实一个产业的影响力 跟它的产业链长度 密切相关 刚才我们讨论的 这些黑科技 还只是棉花的种植阶段 李所长 棉花的全产业链 到底有多长 棉花和其他农组物 不同的地方是 棉花的产业链非常长 涉及到科研 生产 加工 流通 纺织 服装 贸易 甚至金融 光靠重 这个环节 还不能完全 提升我们国家 全产业链的竞争力 我们的棉花消费 加工总量 占全世界的棉花的 38%到40%左右 我们这么大的量 但是我们国家 纺织服装产业 在国际上没有竞争力 大的品牌 在国际上很少 所以您觉得 通过我们各个环节 发展水平的提升 怎么才能进一步 提升我们的竞争力 我们现在 这个棉花全产业 要有化育权 要有竞争力 要有自己的标准 不是我们受制于国外 把更多的 有价值的利润 留到我们国内 促进我们国内 民族企业的发展 所以说的 我们在2016年 我们成立了 国家棉花产业联盟 我们就希望能把我们国家的棉花全链条 能够串联起来 只有我们民族品牌和我们新疆的棉花生产的 形成一个有机的循环体 我们的竞争力才能提高 2014年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写了一本书 在全球引起反响 名称就是棉花帝国 它大概意思就是 棉花是联系前人类 推动社会发展的 主要的一个推手 英帝国之所以成为帝国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 把我们手工纺织 真正变成机械纺织 是英国的贸易 在全世界占诸刀地位 就是烤棉花 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 也是烤棉花 中国今天 我们棉花产员 在国际上占比这么重大地位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科技含量提上去 把我们标准做好 因为现在我们的国家 在这方面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我举个例子 2022年 我们国家的纺织品 出口创毁总额 是3600亿美元 还要多一点 但是我们加入WTO的时候 棉花纺织品 创毁总额大概在1200亿左右 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是 当时的三倍 中国的发展到今天 可以说棉花全产业 是中国经济发展的 主要动力源之一 最先进的技术 改变了最传统的产业 一条条白色的纤维 就像一条条纽带 串联起了 整个产业链的上下游 也串联起了 整个商业世界的过去和未来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